在冠病疫情之下 政府加强执法确保小贩中心时刻遵守安全管理措施和归还托盘及晚叠条例 其中有商联会已经注意到一些时刻不守条例 深夜后继续饮酒 于是向当局提出反馈取缔为例者 记者蔡可汉报道 牛车水大厦巴沙与熟视中心上午迎来好几桌酒客 据了解这里有四五个啤酒饮料摊营业到晚上 有些酒客畅饮到深夜 周末更常见 商联会表示 熟食中心日前出现确诊力被迫关闭 近期病例又不断攀升 上个月重开后就配合当局的执法行动 也有顾客是不能接受的 他们就觉得酒我买了 我就应该可以在这里喝 反正我是十点半之前买的酒 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有 我们有反馈NEA教他们帮忙多加安排 所以在这近一个月来 其实我们看到违反条例的人是越来越少的 在海格路巴沙与小贩中心商联会表示 目前唯一营业中的啤酒档傍晚就收摊 因此没有深夜饮酒的问题 但有清洁工透露 有时刻忽视其他防疫措施 桌子他们不是有绑吗 他们跟他掀起来 没有遵守说有个基礼两个人做的 没有 照做四个人五个人也是一样照做 其实商联会没有这个实力去跟他们讲 我们大兴通知探索他们 留意一下他们的口罩 毕竟现在还是有疫情在这边 另一方面 两个熟识中心对于归还托盘和晚叠条例所取得的成效表示满意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在国会书面答复议员时透露 环境局9月1号展开执法行动至今 只发出一张警告信 明镜与点点栏目